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在玛利亚向以利沙伯问安的时候 就欢喜缺耀了 没有谁比他更早体验到主耶稣道成肉身 将带给世人多么大的希望 约翰比主耶稣早出生六个月 现在请时辰和刘文带领我们查考路加福音 一章五十七到八十节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约翰诞生的情况 如果您有圣经的话 请翻开新约的路加福音 我们今天要从新约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七节开始研读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七节 以利沙伯的产七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 以利沙伯晚年得子 真正是加倍的欢喜啊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十八节 林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师怜悯 就和他一同欢乐 在巴勒斯坦富人快要临盆生产的时候 所有的朋友跟村子里的乐师都会来聚集在屋子的四周围 如果生下来的是个男孩子 乐师的奏乐声音就会突然间打破了天际 引起一片恭贺之声 不过如果生下来是个女孩子 乐师就会遗憾的默默的散开 接着请读五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九节 到了第八日 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 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 割礼是当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评据 在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四节那里写着 神吩咐亚伯拉罕为全家的男丁行割礼 以表明是神子民的记号 并且要求他的后代 凡是男孩子生下来的第八天就要接受割礼 受割礼的时候割去一块羊皮 并且在行割礼的同一天替婴孩命名 因为神当年跟亚伯拉罕规定割礼的同时 也替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 替他的妻子撒莱改名叫撒拉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节 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 约翰的意思是耶和华的礼物 或者是神是满有恩典的 《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一到六十二节 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 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 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 我们从这一段话猜测 亲朋好友大概以为做母亲的弄错了 因此想做父亲的撒加利亚求证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三节 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 就写上说他的名字叫约翰 他们便都稀奇 当时写字的板是用木头做的 上面涂着有一层薄的蜡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四节 撒加利亚的口立石开了 舌头也舒展了 就说出话来称颂神 正像天使所预言的 等约翰生下来以后 撒加利亚才能够再说话 我们接着来读一章六十五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五节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 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 发生在撒加利亚家里面的歧视 为黑暗时代带来了一线曙光 但正像约翰福音一章五节所形容的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约翰的诞生跟耶稣的降生 都曾经使当时的人惊恐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六节 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 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 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 这个问题等到三十年后才得到答案 现在我们接着来读一章六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七节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 就预言说 接下来的第六十八节到七十九节 这一大段经文 就是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 很像一首赞美诗 是《路加福音》书里边的第二首诗 通称为《我祖诵》 根据内容 这首诗可以分成三个小段 第一小段是从第六十八节到七十五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八节 诸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诵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这里所说的救赎 是祭司才会想到的字眼 因为祭司在圣所主持的献祭仪式 正预表着神救赎世人的计划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九节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脚表示力量 象征耶稣是出自大卫家的弥赛亚 有拯救的大能 《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到七十五节 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 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这里提示了神拯救人的目的 不仅是消极地使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更是积极地使我们可以自由地侍奉他 接下来我们研读这首诗的第二小段 也就是一章七十六到七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六到七十七节 孩子呀 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先知以赛亚和先知马拉基都预言过 神会差遣使者在主的面前预备道路 撒加利亚被圣灵感动 知道这个预言要应验 在他的孩子也就是约翰的身上 我们继续读这首诗的第三小段 请留文先念一章七十八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八节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清晨的日光是指弥赛亚的来临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九节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是指那些个失丧的人 与神隔绝的人 这段话是引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最后我们来读一章八十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十节 那孩子渐渐长大 心灵强健 住在旷野 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住在旷野这句话 并不表示约翰从小就在旷野长大 至于他几时开始到旷野 有不同的说法 有解经家认为 是在他父母过世以后 由于撒加利亚夫妇是老年得子 因此很可能在约翰少年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父母 另外呢 还有圣经学者认为 是在二十岁那一年 因为根据祭司制度 祭司的儿子长到二十岁 就能够当祭司了 约翰可能就是在那年去了旷野 放弃祭司的职务 至于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大家一致认为 是在他三十岁那一年 今天查考的这段经文 让我们看见约翰的出生 真是非常的奇妙 在圣经里 也可以说是在全人类的历史里 没有几个人在出生以前 父母直接从神那里得到他的名字 而约翰就是其中的一位少有的人物 对 平常一个孩子出生 都是父母自己费心的替他取名字 有的还是由祖父母或者外公外婆替他取名字的 因为总希望那个名字会替孩子带来好运 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好 他真是神赐给他父母的礼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不像约翰那样直接从神得到名字 但这不表示神就没有那么宝贝我们 事实上神已经给了我们更尊贵的地位 就是称我们是他的儿女 从刚才查考的经文 我们看到约翰的诞生相当轰动 因为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在当时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老祭司 约翰长大之后 很可能也成为一位有名望的祭司 不愁吃 不愁穿 到处被人羡慕 但是作者路加对他三十岁之前的那段岁月 只用了很短的一节经文带过 说他渐渐长大 心灵强健 住在旷野 显然约翰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用现代的话来说 约翰放弃了垂手可得的荣华富贵 去过着最简朴的生活 为什么呢? 在这次查考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到 将来我们继续查考下去 就会知道原来约翰一直在预备自己 等待神预定的时机一来到 他就可以为弥赛亚救世主预备道路了 亲爱的朋友 神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有特定的计划 如果我们总是忙忙碌碌的 不肯像约翰那样花时间隐藏在神的里面 去寻求他的旨意 又好好预备自己 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错失了 本来属于我们的独特人生经历 你说对吗? 谢谢你收听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的 圣经导读灵修系列 录家福音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